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庸这本书是孔吉 中是不偏离正道的意思 庸是坚持不变法则的意思 孔吉是孔子的子孙 所写的中庸是关于人生哲学的一本书 他对中国后代人的人生观影响很大 写出了大学这本书的是曾参 他提出了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主张 曾子是孔子的弟子 名叫曾参 大学是四书中的其中一部书 也是一部有关修养生性的书 也许那个王〇人生哲学养生命的文化 所以说做成的事 是有的 也许多是并不在这里 这一部有关修养生的书 外面作用 是具体化充断定的书 風拟棍你 你真的想要